反正你在怎麼樣你就是 複製貼上的技巧要注意 貼上以後能亂亂看 如果亂有問題 不就是回頭看我的影片 不就是再看一下圖片 不就是再檢查一下你有沒有打錯字 應該可以亂得出來 不過說真的很花時間是一定的 因為如果你要App要寫出來不花時間是很難的 好像這些東西我也都不知道做了幾 幾十次一定有了 有沒有百次 有些地方可能有上百次都可能 所以做到已經 已經是非常的熟練了才有辦法 OK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那 作業反正無論我今天暫時先教個 樣子嗎 然後如果你要更新的話 你下禮拜 下禮拜就可能要請 那個班長這邊 幫忙看要怎麼呈現 看要把它 印印出來還是怎麼樣 就是一個人的名字 學號姓名然後可能旁邊的作品 然後他的QR Code短網址 就這樣一定 對一個表格這樣子 然後把印出來看到時候 貼在我們作品 旁邊這樣子 至少一個QR Code 如果說有人要來看的話 看當天有沒有人在旁邊 幫忙一下 請就教人家怎麼樣 Scan一下App 然後放進去 好 好像也是在這邊 在這邊 對對對 那就是DEMO一下 反正至少讓人家感受一下 那個我們很快的可以做出一個App的這種 反正就是盡量把這個作品 無論如何就做一個 簡單的也沒關係 地圖的東西 地圖的東西 你把它改一改 也OK啦 反正至少你可以 讓人家可以看到 這樣就 至少OK 那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